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总入境事务助理员苏富明 平日7.9,我会同时粗落去地下期光位置 确保每日准时8点可以升到国旗、区旗 只要总部有提供服务的日子 我们就会升旗 每日的升旗,象征着每日新的开始 作为入境处的一份子 每日要紧守我们的岗位服务市民 我是Steven,我是这里的保安主任 我们的职责由大清早开始 7点钟开门,让市民进来排队 8点就让市民上去做各行申请 试过好几年前,尤其是外容姐姐 来申请的签证是最多的 最泛民的时候,7点前 已经可能有二、三百人排队 我是入境事务主任张海文 以前每日都有很多申请日 上来我们office等落签证 部门都有因应情况 调派更多的同事过来帮忙 但office里面始终位置有限 所以我都很期待可以搬去新总部做事 可以更加有效率服务广大的市民 我是入境事务主任江家旋 平时会负责管理人流秩序和解答市民的问题 暑假期间,往往都是新领护照的高峰企 多得同事在入口处做好分流的工作 令到运作更加详细 我期待新的总部给市民大一点的空间 多一点的自助机 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加优质和贴心的服务 我是文书助理王惠宁 负责特区护照的品质鉴定 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也很特别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到每一本护照的大身 我们确保每一个市民要拿着本 质素有保证的旅游证件 安心地去旅行 这个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我是入境处副处长大志愿 后面有几个字 入境事务大楼这六个字 有新处长上任的时候 都会在这里见传媒、见记者 所以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很华丽 很漂亮的地方 但就很有代表性 随着部门发展 组别或者同事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看到很多办公室地方都很不够用 所以真的有必要搬去新的地方 我们可以多一个地方用 这个是一直变的 但是在北边 大家仍有那份初心在服务市民 去到新总部 我们仍然期待 也很相信 我们会继续在那里 维持一个最贴心的服务给市民 我服务了市民七年了 我服务了市民八年了 我服务了市民十六年了 我服务了市民二十三年了 我服务了市民三十六年了 我服务了市民三十六年 我服务了市民三十四年 今日听识完成市民额 将军无见